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長 我們平時喝的水都充滿重金屬、雜質、錄氣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氣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順色 健波能量活水氣、生命之餘 健康之傳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又收聽《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你們的節目主持人Anna 也有我們的主港嘉賓 袁大明醫生在這裡 你好 袁大明醫生你好 你好 或者我可以再說一說 其實我們的主港嘉賓 其實是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主診醫生 其實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是香港第一間自然療法診所 還有我們袁大明醫生 他自己本身都有四科專業 之前說過 或者再說一說 他是脊骨神經科的專門醫生 自然療法醫生 還有一個香港的中醫醫生 還有最專長的是一個同類療法的醫生 其實這四科專業在世界各地 其實每一科都是一個很專門的一種學問 沒錯 雖然香港人可能對同類療法認識不太深 其實同類療法可以說是屬於全世界第三大醫療 有5億人口用的 也有75個國家有註冊的同類療法醫生 其實我剛才說 我自己這方面的背景 其實每一科都可以在某些國家註冊的專科 所以是非常專門的 所以各位聽眾朋友 如果大家想了解大明醫生多一些 或者他的診所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多一些 其實也可以上到他們的網站 他們的網站是www.naturalhealing.com.hk 都很歡迎大家去瀏覽一下 還有有個好消息 大明醫生 我要報徹了 因為上次有提及過我們香港的報告房 我們上次自然療法院來 都是去到第十九位 其實成績已經很好了 短短時間而已 沒錯 其實都是一個多個月的時間 一個多個月 但是剛剛我們開麥克風之前 再檢查過 現在已經跳升到第十三位了 首先很感謝袁大明醫生的專滅知識 亦都是我需要值得讚的 就是我們的香港人 他們對健康知識的學求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都很想知道多些 了解多些 所以其實我們的節目 再配合袁大明醫生的專業知識 所以都跳升得這麼快 真的很開心 多謝醫生你 或者其實我們都不如 有一個問題 是由聽眾朋友 發了一個email 來問袁大明醫生你 不如我現在講一講個問題 好嗎 大家聽聽 其實這位聽眾朋友 在這一年裡 他發覺自己的右手 經常都不受控制地去手震 而且不時會突然間心跳加快 還覺得頭暈 整身震 而當他去到急症室做心電圖的時候 醫生就說他只是心跳快了一點 其實也沒有什麼不正常的跳動 去過好幾次急症室 通常都是吃顆藥丸 休息一會兒 就回復正常 放他離開了 但這三個月 他就越來越發覺心跳快 這個情況就頻密了很多 而且還時常都日日 都擔心自己的心會突然加快 後來這位聽眾朋友 還去過私家醫生 做了一個24小時的心電圖和心臟超聲波 結果都說他一切正常 只是有少量的組搏 可能突然跳一下 醫生就說其實沒有什麼問題 可能他心理緊張 令到心跳加快 而這位聽眾朋友也都驗過血 也都發覺其實又不是甲狀線的問題 只是一些穩性的地中海貧血 變成他中西醫其實也都試過 也都幫不到這位聽眾朋友 他現在變得很無助 不知道怎麼辦 而且這個情況就開始影響到他自己的生活 他不單止覺得睡得不好 而且時常都會感覺到心跳很大力 還會連續有兩下的組搏 而且有時會有些想暈的感覺 就算睡在那裡 他對自己也數到有八十幾下心跳 令到他現在不敢獨自出外 怕自己可能會隨時暈倒 甚至影響他的工作 而且時常都帶著一個控制心跳的藥 有需要就吃 良心跳機出外也是帶在身上 現在變得他的情緒非常低落 身體又消瘦 好像什麼都幫不到他 其實袁醫生 你遇到這樣的情況 其實不知道你會怎樣解決 或者怎樣處理 你又看他的聚術病徵 很明顯的是這種 我們稱之為治療神經系統 是 出現的現象 治療神經系統有包括兩部分 一個是膠感神經 一個是副膠感神經 這兩個神經系統 可以這樣說 主宰控制我們的心理系統功能 包括心跳 他做過這些測試 亦都驗過血 通常來說 我們都會看看會不會 夾上線很高 已經發現不是 沒錯 視乎他的年齡 因為我們資料上沒有他的年齡 看他應該是年輕的 已經不會太大了 你可以看到 這個情況 他不是本身心臟有病理性的問題 至少不會有病理性的問題 只不過他感覺到自己的心跳 我們叫做pulpitation 自己聽到自己的心跳 正常的人平常生活 不會覺得自己的心跳 這是一種自動的心理現象 你不會聽著自己的心跳 除非你運動 激烈運動之後 或是你嚇到 嚇到心跳 你會聽到 一般情況是不會的 但這個聽眾 這位 我們那個 聽眾朋友 他就出現這個情況 你記不記得我之前 都介紹過一本書 是一位叫Dr.Coco Dr.Coco Dr.Coco 就寫了一本書 是 Dr.Coco's Pulse Test 這本書的來源是怎樣 原來這位醫生 有位太太 就經常 以為自己心臟病發 就入急症室 是 去急症室 檢診下來 就像這位 這位 這位 聽眾朋友這樣說 無法發生 就有什麼事 但是 她自己的丈夫 這位 這位醫生 她察覺到 她太太通常 在發作的時候 都好像吃了某種食物 有關 於是她就說 會不會是一種食物的敏感 導致呢 她就開始 追測了 每次吃完這種食物之後 她發現 果然她太太出現 覺得自己心跳加快 或者心跳令到心跳大聲了很多 是 一種驚慌 結果 Dr.Cockel寫了這本書 這本書就說 我們一種很簡單的 幫我們測試 有沒有食物敏感的問題 就是我們量我們的脈搏 在我們的病人裏面 我早期都用這個方法 其實有一張表格 病人填寫她的食物 這位朋友可以這樣做 是一個形式 你早餐吃什麼 早餐之前 就量一量自己的脈搏 然後你就捨得你吃過什麼 然後事後 就看看脈搏 有沒有突然之間增加 或者你那種感覺 是不安的 不適的感覺 有沒有出現 你可以每餐吃了之後 都這樣做 當然想準確一點 你可以 初初做回你平時吃的食物 例如某幾餐裡面 可能出現了這個情況 你再了解你到底那餐吃過什麼 食物 那你就再懷疑 就是會不會食物 哪一種食物 導致出現的敏感反應 當然仔細一點就是這樣的 你每一餐食物 吃單純一點 就是不要吃太多太雜 你飲牛奶就飲牛奶 你食產就食產 不要幾樣食物混在一起 幾樣食物混在一起 出現問題 你都說不到哪一種食物的問題 所以在遇到這個情況下 我覺得這位朋友可以試一下 用這種這樣的 我們叫做Pulse Test的方法去看看 但是現在市面上 已經有很多不同的測試 簡單來說 就是在手指刺幾滴血 就可以把血的樣本寄到外國 就可以幫你測這些食物敏感 這是一個工具 我會考慮用的 另外一種情況 即是既然這個問題 是一種治療神經的問題 通常是一個功能性的問題 也不是說 心臟本身真的有事 我們會嘗試用一種新的科技 這個科技是一個蘇聯的科技 我們將來也有機會 或者也會介紹給我們的聽眾 這個蘇聯在太空處很早年 要考慮一下 如果太空人在太空漫游的時候 他病了之後 我們怎樣處理它 當然你可以用藥物的 但是在太空的生活環境 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我們吃的水源很少 極之有限 水需要循環作用 其中一件事 太空人漫游他們會做一件事 尿液不會儲存後 就把它丟掉 可能短時間 他也不需要考慮到 如何使用尿液 但是長遠來說 他也會想過 很多尿液的水分 要過濾之後 再飲用 如果你吃的西藥 很明顯 西藥裡面的殘餘 新陳代謝物 是比較難清洗的 所以他說 不如我們嘗試用一種 純物理的方法醫病 就不只是用化學的方法 他有這麼多年來 大概七年代 八年代 九年代 一直研究這個方向 結果給他發明了一個儀器 我們叫做 一種神經系統協調器 Near Adaptive Regulator Electro-Neuro Adaptive Regulator 其實這一種儀器 可以協調你的 治療神經系統 因為治療神經系統 控制我們所有心肝皮肺腎 我們用這個儀器 很多時候 可以幫助病人 處理不同的疾病 因為始終 很多身體的器官 心理系統功能 都受制於治療神經系統 如果能夠使用這個電子儀器 或導致代的電子儀器 將 Voilà 靴致轉運 incompetence 就是一輛車 然後把它轉運 效率會高很多 所以病人 在這種情況 也會嘗試使用這種工具 當然治療神經系統 依推動 都是透到脊椎 分支구�ד 在脊骨神經方面 便會用脊骨神經角度 檢查一下 脊骨的法定 有否 Cap Student 半缺溶 这个可以说是神经系统受了障碍的地方 如果有时候我用脊椎的手疗法 将那个受压的脊椎推开 这个就是脊骨神经科的角度 我们可以处理这个问题 除了脊骨神经科之外 食物的敏感,还有一个考虑的工具 我们就会用那个所谓同类疗法 同类疗法就是刚才所解释 是一个全世界第三大医疗 同类疗法我们如何去医呢? 基本上我们就会考虑病人整体的状态 我过去也都医过这一类的情况 病者会时不时无缘暈的 当然不知道什么时候暈 总之他经常都很害怕自己无缘暈的 什么中医、西医、什么专科都看过了 我们这些病人通常都是这一类的病人 就是走投无路 尝试一下用我们的自然医疗工具 所以自然医疗工具应该是首选的 应该是第一线有什么问题呢? 先试一下 当时我很多时候都用同类疗法的方法 我了解病人的整体 其实这个人 如果这个人将人的本质去加强 那他这些表面的症状 其实都很容易应人而解 这就是我们一向的 遇到这个情况 我们会这样用这个态度 这种工具去尝试医这个病人 甚至是很紧张 似乎都不像这一类的人 只不过身体是有些问题 只不过过去他所用的方法 是未曾足够解决 在我们自然医疗的角度 其实很多很多很多工具 我们觉得很少人需要继续说痛苦受苦 你只要去耐心点 去寻求 一定有很好的工具给大家 在我们的节目 其实我们都是不断 会将这些比较上 一般人没有什么机会接触的资讯 是报道给大家 你知道我这方面的背景 有四科医疗的背景 很明显我是很喜欢多方面去研究 我都不会排除哪种方法最好 我最重要的是 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到人 包括西医在内 西医是一个创伤症 断骨和流血不止 差不多是必须用的工具 你不可以没有它们 只不过我觉得是不足够 在我们过去的几期都很强调 其实医疗的问题 只不过我们医疗是被壟断了 被一种的医疗去壟断了 这个问题的根源是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方法 叫人买多些研究 然后筹多些钱 一定解决不了 问题的根源不是说我们不够钱 是我们医疗的方法 是我们医疗的方法 是太局限 我们应该是采取多元化的医疗 这是我们将来 真正能够解决到 我们香港人 或者地球人的健康问题 真正的最正确的方向 没错 希望这位听众 有机会自己在这方面去想想 起码测试 成文敏感的可能性 这是自己可以做的 不需要假求医生 因为医生都可能很大部分 香港医生都不懂这件事 医生都可能很大部分 医生都不懂这件事 医生都可能很大部分 医生都可能很大部分 医生都不懂这件事 医生是一位西医 希望这位听众朋友 都会真正遵从医生的指示 或者尝试 看看自己对食物敏感 会不会有哪方面的敏感 好了 现在我们再继续回上一次的话题 其实上次是讲及 关于胆固醇和心脏方面的问题 袁医生上次 我们也有讲开关于高血压的问题 其实会不会说在自然疗法那边 是有一些比较有效的工具 去处理这个高血压呢 其实高血压这方面的资料 其实有很多书写到的 亦都被誉为 我们叫做沉默的流行病 就是silent epidemic 那就是高血压一般来说 是没有什么症状的 反而高血压稍为高一点的人 都会觉得精神一点 反而高血压比较低 如果真的很低 他会觉得精神没那么好 精力没那么好 所以很多时候 那些人都没有什么感觉 不觉得自己有血压 是这方面的问题 所以也被誉为 叫做silent epidemic 也叫做silent killer 就是沉默的杀手 很明显 高血压是会导致很多其他的风险 比如中风的风险 如果控制得好 会减低 起码中风可以减低40% 心脏衰竭可以减低50%以上 心脏病发作减低25% 某个程度上 如果我们减低 我们的上压 减低12个点 我们可以 起码 11个死亡里面 有一个人 可以避免了 很明显 血压是一个 大家公认的 血压高是不好的 好了 但很多人都不知道 何谓什么叫做好的血压 我一般来说 过去都认为120 over 80 加减10 就是最好 即是认为120 over 80 是一直以来 认为这个是最标准的最好的 但最新的资料发现 最好的血压 就要再低一点 低到115到 即是上压115 下压75 这个就会好 我们以前认为120 over 80 已经算可以了 那么 现在新的观点 认为 如果你120 over 80 或者去到139 over 89 这些都叫做prehypertensive 即是已经是初期的 即是早期的 即是开始会有高血压的问题 也会增加你这方面的风险 即是从血压有关的风险 比如中风 心脏病发 神衰竭 有其他健康上的问题 所以大家记住 我们娘七血压的时候 我们都记住 就不要只用120 over 80 曾几何时 我们都有一种说法 即是这么多 经常有不同的医疗理论 讲的 上压和下压之间 哪一个压压更重要的呢 曾经有一段时间 下压呢 下压呢 他说下压呢 下压呢 他说下压呢 他说下压呢 是反映那个血管的弹力 就是弹力 上压呢 就是反映那个血管的弹力 是 是 曾经就就说法 他说下压呢 反而是更重要的 就是要 就是那个 风险高一点 但现在来说 新的看法 就不是的 其实上压是更重要 那个下压的 那 那 那问题呢 就是 就是 很多人都不了解 其实呢 那个血压那方面 那个问题呢 就另外有些 有些资料 是比我们血压高低 是可以这样说 是更加重要的 那就是我们那个 那个蜜薄的压力 就是何谓蜜薄压力呢 就是你上压和下压之间 那个差距呢 就叫做蜜薄压力 叫做pulse pressure 是 那譬如你说一般的 当你120 over 80 那就是蜜薄压力呢 就是120 减80 那就是40 40 40mg 那原来发现呢 如果你的蜜薄压力越高 就是相距越高呢 你那个 那个 那个患的 那个 心臓血管的问题呢 其实呢 是 是越高的 越高的 那 这方面呢 的研究呢 他说呢 蜜薄压力是怎样呢 是当我们那个 我们的垂着年龄老化呢 我们那个蜜薄的 那个 弹性呢 就越来越少的 那 那 我们知道呢 食药是可以减低 可以减低 那个 那个血压的 但是呢 它不能够改善我们 那个血管的 那个 柔软度的弹性 而发现呢 那个 那个血管的弹性呢 其实是更加重要的 是预测 我们那个 那个 心脏病的危机 是更准确的 那 你知道有个很大型的研究呢 叫Framinghan Study 那 他们的研究呢 他说一个65岁的男士呢 如果他的那个血压是170 over 70 over 70 那 他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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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脏血管的 那个病的危机呢 是 是 是高过 是 是 两倍于 一个人 如果他是那个 啊 就是同样的 年龄的 血压 170 over 110 那为什么会高过两倍呢 就是因为呢 他那个 就是上下的分别 是高了 那 所以说呢 另外一个 就是更紧要的指数呢 就是那个 那个 那麦薄的压力 就是上压和下压的差距呢 是更紧要的 嗯 就是那个 那个是更紧要的 只是看那个 那个 那个 血压多高的 是 那比如说 170 110 那两边都高了 是吧 你觉得 很危险的 是不是上压有170 下压110 但是如果那个人呢 是上压170 下压70 那你一般人认为 咦 下压没什么问题 不错 标准以下 那如果我用回以前的想法呢 他认为下压呢 是代表我们那个 那个弹性 那个 那个血管的弹性 有时候会安慰病人的 其实呢 你下压不错啦 那其实就没有那么差的 是 但是结果呢 最新的发现呢 其实这个更危险的 因为两者之间的上压和下压差距越大呢 其实它的危机是越高的 嗯 嗯 那就是 这个是反映呢 我们那个大动物 那个Aorta 那里呢 和那些血管呢 就是越来越难化 那也都可能呢 是在我们那个 我们的心患呢 是可能有点漏 就是有点心漏 这种这样的 这样的情况 嗯 反而越低就越好 如果一个 蜜蚝的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个差 那个蜜蜜蜜的差 那样 那他发现呢 如果是 就是如果那个 那个 心脏血管的 那个死亡呢 就会随 一直这样增加的 随便我们那个 蜜蜜的压力 就是蜜蜜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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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由45 慢慢加到55 那这样 那这个呢 就会增加的 那如果那个 蜜蜜的压力的差距 又去到60 到65 那这个 那这个 那个死亡 死在那个心脏血管的问题 是更加 更加高的 嗯 我们有什么 有效的工具 可以帮助到呢 如果发生了 那些问题 那我们 或者再 再 还没说过 我们的 处理方法 那还有一样 也很重要的 因为这些资料 其实我们有的了 我们一向都有的了 但是呢 我们就不会好地去 就是不懂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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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運用 去運用 和interpret 就是代表什么呢 刚才我说过 那个蜜蜜的压力 越大是越多问题的 最近才知道的 以前都不知道 总之是高或者低 还有一样 就是我们的蜜蜜 蜜蜜的 每分钟跳多少下 是 这个也都原来很重要的 那法国有一个很大型的研究呢 用4320位男性 他年龄是介乎42到53岁 他们是1967年到1972年的 这些人 通常跟他们20年的时间 就是recruit了之后 当时就发现 在那段时间 20年的期间 有1018人 是死者不同的原因死亡的 是 好了 他们 考虑了很多其他危机 例如年龄 体力活动能力 吸烟量 和体重 体重 Body mass index 和血压方面 血糖 胆固顺 他发现 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 那些 那些考虑因素 他发现 原来还有一个因素 就是 蜜蜜的 变动 每分钟的蜜蜜 跳动率 他发现 他认为他怎么做呢 他就譬如叫一个人 睡五分钟 睡下五分钟 接着 来数蜜蜜蜜 他发现 如果那些人的蜜蜜 是 在二十年里 一路改变 或者是增加了 增加了 每分钟 七下 他们发现 他们的死亡 心脏病的死亡 是高了百分之四十七的 好高 就是比较 心跳率 是没有什么改变的 如果 心跳率 在一段时间 是减了 减了一分钟 三分钟 七次 他减了死亡率 减了百分之十八 除了我们要注意 血压 也要知道 蜜蜜的压力 就是差距 上压和下压的差距 也要知道 蜜蜜蜜本身 如果蜜蜜跳得越快的人 基本上 心脏危机是比较高的 我们知道 运动员很多时候 蜜蜜蜜是比较低的 但当然 如果你的心脏 真的很衰弱的时候 蜜蜜蜜都会低的 我说正常的情况之下 就是 我量心脏的血压 其实有很多东西都要量 就不只是看那个 到底是多高 和多低 还有我们过去说 120 over 80 这个标准 最近的资料 认为已经是 not good enough 就是未够好 应该去到 115 over 75 那是会更加好的 明白 那或者 我们现在休息一会 稍后再回来 请教完医生 我们有什么工具 可以控制这个高血压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 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 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 28824848 网址 网址 www.h-e-a-l-t-h-s-h-o-p.com.h-k 欢迎大家回来自然尿法与你 刚才袁医生和我们分享了一些工具 去控制高血压 袁医生 还有没有其他工具可以帮助高血压 大家知道一般人很惯性用药 药方面大家知道 副作用很多 长期吃 长期吃 还有引发很多其他副作用 当然我能够用一些不用用药的方法 那会是最好的 是的 好了 大家可能都会听过 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 预防高血压或者主力高血压的方法 就是我做那个运动 运动 运动 或者是增加到它的 但是哪一种的运动是可以做到这个效果呢 发现 那个运动是最后有些叫做 high intensity 就是那个压力是要比较高一点的 就是好像举重这方面 这个是我们叫做resistance exercise 就是你要去抵抗一个很高的重量 那样 那譬如有些人会做push up 或者pull up 那样 那很明显 这种这样的运动 会将血是直接逼入我们的肌肉那里的 那这种的运动呢 会令到我们的血管是会增加了 膨胀 和会导致我们那个 那个 就是我们叫做 周边的血管会增加到的 好了 那原来有一个 在安大利省呢 最近有位医生呢 在McMaster大学医学院那里呢 他就发明了一个很简单的工具 那这种工具呢 其实很多人 香港人都可能都见过去玩过一下 就是呢 那种可以叫做hand grip 就是有些人呢 练过手腕的力度呢 就是拿着弹簧呢 对 练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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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种呢 是属于叫做isometric 就是你是很大力去练那样东西 但是呢 那个动力都不是很多的 但是你用很多很多的 很大力去做的 那这个 那这位医生呢 在McMaster这位医生呢 他就用呢 用这个这样的研究一下 就用18个病人 那平均年龄呢 就是67.5岁的 全部都是长期长期的高血压的人了 那平均呢 吃药都吃了成9年的了 那他们那个 那他们那个 通常呢 就是他们的平均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血压呢 都是去到140 以及85的 很高啊 那他们做这个研究 那就是一般呢 就做这个 一个 一个蛋黄 一个蛋黄 一个链蛋黄 用手腕去链蛋黄 一般呢 就是不需要的 那他链的力度呢 就去到呢 他那个人的 那个力度的 就是最高的链的力 就是30% 就是maximum grip 30% 那这样的 那通常呢 他呢就要链住它 链住它 链住它成一分钟的 就是不是这样 几秒钟几秒钟的 是链住它一分钟 接着放松 一分钟 接着呢 又链住它一分钟 那如是者呢 他呢 就是重复四次 那一个星期呢 就做三天 做足十个星期 一个这样的实现 这样的实现 好了 十个星期之后呢 他发现呢 做运动的那些人呢 他的平均那个 那个上压呢 是减了19mm的 那个水平减了19mm的 那个水平减了19mm的 而那些呢 是没有做的 没有做运动呢 是完全没有减到的 那呢 19mm 19点的上压来说呢 一个很简单的运动呢 其实是很惊人的 是很惊人的 因为很多时候呢 很多人呢 吃着这些药呢 都减不到这么多 是 而且这人在吃着药 吃了成九年了 没错 他再令到他那个血压呢 是再继续再减多 再减多19mm 是很特殊的 其实是很厉害的 嗯 但问题就是这样 做这个的运动呢 那你是要握得很紧的 就是你要握得很紧的 握的力度呢 是要维持到 这个最高的力度的30% 一分钟 要握一分钟的 所以很多人呢 就未必懂得握的 未必做到的 那市面呢 当然呢 有些特别的医疗议器 就有指标 给你看的 那这些这样的议器呢 可以这样说 是比较贵的 那但是呢 其实现在我都香港都见过 很多人是弹簧的 那些嘛 那些人喜欢 是自己贪得意 来到捏一下捏一下 那些可能很便宜 几十元都买得到 那其实这个呢 其实都一样是 一样是有效的 那好了 但有些人说 我捏一下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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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是不行的 那些是不行的 啊 因为呢 你要很大力 和呢 就要 要长时间 那普通的胶波 力度不够 所以你要很大力很大力的 好了 那到底为什么呢 就是为什么这样捏一下 这些 就是手腕来捏这些 这样的蛋黄呢 是会做到这个 这样的效果 会减低那个 那个血压呢 他们的研究发现呢 他说 他这个呢 这种这样的运动呢 是推动了我们的 护胶感神经系统 这个护胶感神经呢 就是我们消化 休息的那些 神经系统的 那样的 这个护胶感神经系统呢 也是主管我们的 心跳率 减低的心跳率 和减低我们的 血压的 OK 那也都很明显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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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呢 也都改善我们的 血管壁里面的 那些功能的 那就知道了 我们一路 随着燃机增长 我们的 动物呢 会开始慢慢地 是硬化的 那而血管管壁里面的 那些细胞呢 啊 又会释放一种物质呢 一种叫做 Nitri Oxide N-O 就是那个 那种 这种 物质 这种Nitri Oxide 是会减低 令到我们的血管壁 是放松 令到我们的 那个 那个 那个血管呢 是膨胀的 那原来呢 这个这么简单的东西呢 其实就做到这个效果呢 就是因为这种 这样的工具 更好过食药 好了 那如果大家 很多人都习惯了 中下中下做运动 那有时候老人家都会 就是买这些这样呢 就给他做运动 手腕的运动 那原来 你这样的运动呢 如果是做得正确 就是你要大力捏它一分钟 要捏足一分钟 再放回它一分钟 那如是这样做 那每次呢 就做它 起码做它 四轮 四次 那不断地做呢 其实呢 这个又可以减血压的 减血压的效果 好了 非常好 那当然呢 除了这类的运动 和我讲一下举重 那些都是 就是推我们的身体 那些血管呢 是将那些血管 迫入去 以及将我们的血管 那个直径 就是扩张它 那有时候 有没有很简单的营养素呢 是不是 效果一样可以做得到呢 那市面上呢 其实大家都可以看到的 有一种氨基酸呢 叫做L-Arginine L-Arginine L-Arginine 这种是一个氨基酸 就是一种蛋白质的 一种的成分 是 那原来 这个L-Arginine 是可以 使我们的身体 释放Nitri-Oxid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Nitri-Oxid 而这个Nitri-Oxid 就会使我们的血管 去扩张 而且会使我们的血液循环 是会增加了的 那当然你血管一扩张 那你那个 那所谓的血 那个脈搏的压力 就会减低的 OK 那之外呢 你用这个方法呢 有些人你知道了 香港经常都听过 有些人做打球 去玩跑 或者是打球 突然间暴毙 那这些情况也挺多的 我所知道 在警察学院里面 其实经常有些学生 在做这些这样的体操 运动的时候 是暴毙的 那当然 不会多一点 不会经常报道 是 那就是看到这个是经常发生的事 最近都有一宗 最近都有一宗 是 有一个很年轻的 是 有一个很年轻的 增加你 增加你那个 那个 那个血管的膨胀 就不会令到你那么容易 是 就是神经病 那你可以慢慢地 一天 一天吃一个g 一个星期 那慢慢地 可以增加到 就是每天吃4g 那这个 那就是一种很简单的 有效的方法 是 令到你的血管 是可以扩张 和血管可以减低的 那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niacin 这种是维他命B的一类 那你也知道 那你也知道 有些人吃了之后 整个面都红了 那有些人很害怕 那为什么面都红了 那很明显 那就是很明显 它膨胀你的血管 对不对 有些人吃了之后 哇 哇 红薄薄的 发生什么事 有些人很害怕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那通常 这些这样的 就是血管 可以叫flushing 就是冲血 那通常维持10分钟到20分钟 那当然 如果你要继续 有这个效果 要长期地吃 那通常呢 我用niacin 就50-100mg 那已经足够了 除了一些很严重的 那可能慢慢要吃多 那当然 每一次过加 你可以慢慢加加 加到1000mg都可以的 那这个 niacin 比较便宜的工具 那除了niacin之外 我们都知道了 有时候我们黄斗里面的卵轮脂 也都是帮我们 将我们那个 膽固醇 在管内的膽固醇 将它液体化的 是 将它 即它本来可能在某个 某个温度 体温里面 它是变成一种 固体的 那 niacin 例如每日吃两汤匙 那么多 这些这样的粉 可以减低那个 膽固醇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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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度 倒数 那如果吃这些 可以令到它 变成液体化 那 令到你 不会那么容易堵塞 那知道了 就是niacin 都是很便宜的 那 那除了这种之外 这种这样的食物 那还有些什么工具 那我们都可能都听过了 就用 纳豆 日本人很喜欢吃纳豆 没错 那日本人呢 就都发现 他这方面的心脏 吃纳豆的日本人 他的心脏病方面 也都减了很多 那原来 纳豆是有一种 即是黄豆制造的一种酵素 它是会帮我们身体 是溶解那些纤维 那些纤维的聚绩的物质 那你知道了 你那些血管里面 纤维聚绩的多 会堵塞 对不对 那所以 这个的 这种方法 就可以是减低 我们的心脏病 那个 心脏病之后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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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心脏病之后 通常心脏病之后 很多身体的那些 那些 那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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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 在日本 这个是非常普遍的食物 是 好了 那很多人都经常说 哎呀 血压高的人 要戒炎 不要吃那么多盐份 那样 过去那么多年来 大家都是这样说的 就是减低盐份 那盐份 会令到你血压 会高的 还有 对血压是好不好的 那样 但是有很多人 喜欢吃盐 有中性咸咸的 那样 那其实到底这样东西 是不是真的呢 是不是 血压高 是会 因为盐 引发的呢 那样 那在外国 发现很多时候 其实这个说法 其实不是那么正确的 可能是大概 在一般人口里面 大概有10%的人 很可能就是 就是吃盐 就是个量的盐 会导致他那个血压高 但是最近有一个新的研究 发现 其实呢 原来是刚刚相反的 就是说呢 如果你吃蜡 就是酸酸 是越高 那个 你那个心脏血管的死亡 是反而更低的 那就是说呢 其实呢 跟我们以前所说的是 推翻了 跟传统的说法不同 全会推翻了 那所以我怎么去做呢 就是知道 这些资料 那我知道呢 其实大部分的盐 都不是我们 吃东西的时候 加的那些盐 就是不是自己加的 通常呢 是那些精炼的食物 本来已经有了 那所以就算 你自己食物 不加盐 可以这么说呢 大部分的77% 那些酸酸 那些蜡 是跟我们那些精炼的食物 process food 里面的 那也都 食物本身天然都有 有蜡 可以占11.6% 那些蜡 在那些天然的食物里面 那这里避无可避 那你真真正正 加下去的时候呢 可能你自己加 可能6.2% 煮食的时候 是5.1% 那就可以这么说呢 你真真正正 自己加的盐 是占的份量不高的 那好了 那我曾经所说呢 到底蜡 盐呢 是不是真的会令哲理血压高呢 其实已经有不同的研究 是发现 是根本是不关系的 也都没有关系的 那好了 那大家都知道呢 用甲呢 是肯定是可以抗衡那个蜡 的 Sodium potassium pump 在我细胞这个一个崩 那我通常呢 一般来说呢 都认为呢 增加你的甲的进食量呢 都肯定是对的了 暂时都不觉得有些 有些新的资料下 推翻了这种说法 那我们都知道呢 那我们都知道呢 甲和那个 那个 是什么食物呢 是水果蔬菜 是很多的 那我们都知道了 就是一般的 认为蜡是炎 是不好的 但是有些人很喜欢吃咸的东西 那到底是 为什么有些人有这种 这样的 就是学食 就是浓味咸的东西呢 那我研究发现呢 很多时候呢 其实很可能呢 是我们那个 背后有肾上腺上腺上的问题的 那这种人呢 就会感觉呢 他需要吃很多 咸的食物 那我主期还 加些食盐 那我们其实有些什么的 其他一些安全一些的方法呢 可以满足我们身体 需要这些盐分 那也都没有这些 其他的割动副作用呢 那其实我们可以吃一些 就是喝的所谓的芹菜 芹菜汁 哦 芹菜你吃得多 你都挺难咬的 是吧 但是如果你把它炸汁 通常呢 四五六支的芹菜 都可以炸到一杯汁的 那这个很快的 就是令到你这种 那种喝食盐的需求呢 可以减低 那也都很多时候呢 会帮助你 减低这些 这类的症状啊 譬如有时候有些 暈暈地啊 或者肌肉抽筋啊 或者头痛啊 那我们知道呢 芹菜汁呢 可以中和我们身体的 那些过分那些酸 那些酸性的 那也都可以 也都减低我们一些 有一种 有一种 那些前力线的荷耳蒙呢 会减低 導致我们那个 那个身体发炎的 那芹菜汁呢 也都知道呢 对那些关键也有帮助的 关键 那就是吃芹菜 一个方法 那当然呢 尽量去买些有机的那些 那些 就是资料都好 哪样都好 有机会呢 去吃食物呢 尽量都是帮顺有机的那些 那香港现在都很多 有机农场的 那 那可以说呢 那就可以减少一下 这些这方面的问题 那但是呢 为什麽 我们会看到呢 就是有些研究发现呢 研食得多呢 反而呢 那那个 那个 血压的方面 还减低呢 那其實 研有很多种 那通常吃的 是精炼的那些 那些 白研那些 那些那但是如果 那些吃多些海炎呢 那可能 的情况就很不同 那因为海炎呢 有很多其他一些 就有益的抗物炎 那也都使身体 是容易吸收些 所以海盐也不会有这些白盐里加到一些特别的物质 令它不会结化,这些化学物质 例如Sodium, Ferrocynide, Aluminum Silicate 这些物质加进去,令盐倒的时候会流畅些 其实它加上一些,我们叫Anti-Kicking Agent 令它不会结化,但这些其实是没有益的 我也知道海盐,在沉甸方面,R-O蛋是未必那么多 但始终我们可以另外去补充 因为大部分商业的白盐特意加些甸质 我有很多其他方面的 有时候我们可以喝些V-8 juice 外面市面也能买得到 这个也很快可以补充身体需要的盐份 其实背后,渴食盐的背后是腎上腺素药 当然,我将来有机会跟大家谈讨一下 如果腎上腺素药有什么可以做呢? 好了,甲方面,刚才简单说过 我们身体需要的每日进食的甲是大概3500mg 一般人进食大概2600mg 所以一般人可以这样说 吃甲的脆脆是不够的 甲的食物是水果、蔬菜、金属类的 蘋果、香蕉 香蕉甲是很好的 Apricot、Cantelope、蜜瓜、薯仔、番薯 最好吃皮 番茄、菠菜、菇类和豆类 其实甲方面是比较多些 所以一般人的研究发现 甲的进食量是不够的 我自己早上做 我以前也写过一些资料关于香蕉 其实香蕉的 我经常听过一日一苹果 医生丸离我 最新的资料是一日香蕉 医生丸离我的机会更大 更加快 所以在我们的建议 早上我们会做一杯饮品 其中有不同的热露素 Apricot、Dream 加些油 米加三、米加六 等着香蕉 等着米奶、豆奶 来搅拌后 这是一个早餐 我自己发现 这个香蕉的搅拌很饱头 我一杯喝了之后 我经常都不用吃午餐 可能做到晚上 下午三、四点钟 所以在外面吃下午茶 好了 除了我曾经说的几个工具 运动很重要 我以前也经常说 就是腰围很重要 如果你的腰围是大 你的危机会高 女人来说 如果腰围是35吋或以上 男性40吋或以上 他们会出现高血压 糖尿病、心脏病的机会 他会高很多 所以减低体重 肯定可以减低血压 好了 在运动方面 我们也说 除了大力的运动 用力的运动 肌肉 将那些血压 运动的血管 占大血管 另外一个 就是我们运动出汗 运动出汗 会将很多的蠟 是过量的蠟 可以帮它减 排走 排走 出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那么他们发现 其实每一 每 每 做一 两三次 一个小时的运动 其实 已经可以将血压 减到5到10 10点 即时可以见到效果 好了 那 酒精 那酒精 现在很多资料 就说 酒精是对大量肯定不好 那小量的红酒 他发现是不会影响的 那什么叫适量呢 这个始终都很难计的 那一般来说 如果一夜 一两杯来说 男性 男性 两杯 女性一杯 其实都可以的 也可能不会直接影响我们的血压 也认为有些说 红蟲酒 因为很多抗氧化剂 其实反而是有益的 那吸烟肯定不好的 大家知道 暂时我们未见过任何资料 认为吸烟好的 那最近也有些资料 认为是喝咖啡好的 咖啡呢 可以就 令到你个人 没有那么容易出现老人之外症 那大家知道 那些人 就是平时 没有咖啡 就做不到事情 是 他脑子想不到事情 那我记得在大学里面 大部分的教授 就是常常拿着一杯咖啡 开心会都是做这种事情 那但是呢 吸烟肯定是 从来未听过有任何的资料 认为吸烟是好的 那会发现呢 如果吸烟一支烟 在半个钟头里面 你的血压 就立即会升 那当然呢 如果一天吸一包 你可以这样说 基本上 血压长期都是高水平 这样的 好了 那还有一些什么 我们要做的呢 就是我们的情绪 就是很多时候呢 有一些负面的情绪 或者很痛苦的情绪 譬如有时候 一些童然的经验 或者被人虐待 abuse 这些 其实很多时候 都会导致高血压 嗯 所以这些这样的情绪呢 就会压抑住在这里 会刺激我们的自律神经系统 那个胶感神经的 那这个呢 就会令到我们那个 那个心脏 那个 心脏 心脏率 跳动率高了 也都会导致我们的血压 血管会收缩 从而就会影响我们的血压 是增加的 那所以呢 那问题就是这样的 就是很多人呢 就说 哪些人是情绪是好的呢 有时候你会听到那些人说呢 他经常说他自己呢 从来都没有说情绪低落 那些问题的 那些有些人很可能呢 其实呢 他是抑压住的 是 就是你要小心 有时候你听到 他经常说 我很开心的 我没有情绪的问题的 我没有说不开心的 那些人很可能 反而又血压又高的呢 那很可能呢 这些人呢 反而会抑压住那个 那个 那个情绪的 那 那 有其他的因素呢 可能有 那个腸敏感 youtube bowel 或者那些哭方的那些 就是盆肝的那些痛症呢 那也都会有这个问题的 那如果我们将那个抑压的情绪 处理了之后呢 很多人的血压呢 都是可以呢 是可以可以 可以减下来的 那 那最近呢 有一个研究呢 就发现呢 有一种这样的仪器呢 可以刺激我们 那个颈下面的 那个肝脏动物 那个carotic artery 那颈部的一个大动物呢 那发现呢 可以减低那个 那个 那个血压的 那我们知道 有个苏联的工具 我们叫做太空小灵精 那这个呢 如果你是长期用在 我们的脊椎那里呢 如果掃的脊椎呢 那是可以调理 我们的子律神经系统 就是综合的子律神经系统呢 那会令到我们的 那个血压呢 是有有有改善的 那这个苏联呢 都做过很多这方面的 就是临床的实验 好了 那说回情绪呢 我们也有些 新的研究 这个是芝加哥那里 芝加哥有一间 芝加哥大学 一间中心呢 那他们呢 也都已经 就是 就是发表过了 那 原来呢 如果一个人呢 是 是不 不开心的人呢 或者是很 很 很寂寞的人 就是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朋友啊 很孤独的人呢 那他们的 那个情绪通常呢 都是会高的 那这个研究发现呢 如果 如果是孤独的人 60 50岁以上的人呢 他们的血压呢 是会高过 就是不是孤独的人呢 是高过30点的 30点的 那就是很明显了 就是我们知道呢 人生的关系啊 有朋友啊 有家人呢 跟你交往啊 那这个呢 是真的肯定的帮助的 那知道啦 如果有些人呢 真的朋友不多呢 那有些什么做得呢 養一下狗啊 那些童物啊 那些童物啊 那这个呢 就是这种 那这样的 那跟小动物的交通呢 那也都是令到人 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寂寞啦 那这个也是大大帮助 帮助到我们的 那另外一个工具呢 就是grapeseed extract啦 是那个那个提子核 啊 那个提子核里面呢 那他也都做过 啊 这方面的研究呢 发现呢 如果那些人吃的提子核呢 吃的份量150mg 或者300mg 吃提子核呢 吃它 吃它 每天吃下 吃一个月呢 发现呢 就是不论你那个 份量是多少都好 他都可以将那个 那个上压呢 是减到12个 12个 啊 啊 还有那个下压呢 是减到8点的 那就是呢 提子核呢 也都是很明显呢 是是帮得到的 那为什么提子核呢 会帮到呢 就是提子核呢 是帮到身体呢 是制造nitrioxid 是 那nitrioxid呢 某程度上呢 是保护是一种 就是令到我们的血管是 是是膨胀的 的那 好了 那nitrioxid呢 也是 在这些食物呢 譬如我们那些 那些 那些香肠啊 辣尾啊 其实呢 其实呢 其实它里面都有nitrioxid 所以 你也猜不到 这方面的东西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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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力那方面呢 是很明显的 如果我们听音乐 音乐呢 音乐呢 已经证实了呢 是可以帮我们 输减我们的压力 和我们的血压 那 那 因为呢 因为呢 就是 音乐很明显呢 是影响我们 我们脑的一步 叫做hypothalamus 这个hypothalamus 呢 控制我们的自律神经系统 那 我知道自律神经系统呢 是控制我们的心跳啊 呼吸啊 和我们的情绪 那 发现呢 如果我们找到 对的音乐呢 那这些音乐呢 会令到我们 连上去一些 正面的回忆啊 好的 开心的回忆啊 或者有一些 这样的景象呢 那这些这样的音乐呢 是肯定呢 是会帮助我们呢 是减低我们的血压的 那他曾经做一个研究呢 在那个那个 英国那个 那个健康心理杂志那里做 那他用75个成年人呢 做一个三分钟的 数学的问题 那 跟着呢 他们呢 做完了之后呢 那他就分派他们 那这75个人呢 就两组人 一组人呢 就叫他静静地坐 一种人呢 就被他听音乐 古典音乐啊 Jazz啊 和一般的流行音乐 那他发现呢 有得听音乐那些人呢 他那个 那个上压呢 是会会会会会减多的 如果那些人呢 就没有音乐听那些人呢 叫他静静地坐 做了那三分钟的 很高压力的 数学的 运动之后呢 他们已经运动了 那就是说呢 就是音乐呢 已经证实了呢 是可以帮助我们很大的 好了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那个睡眠那方面呢 是吧 那发现呢 如果平均些人的睡眠 时间是短的话呢 那譬如 五个小时 每晚五小时 或者少过五小时的人呢 他们呢 在十年的研究方面呢 他们呢 即是他们患高血压的 那个机会呢 是多过两倍 两倍多过呢 是他平时的睡眠 比较充足的人 那 我们知道了 在睡眠的时间呢 我一般人呢 正常我们的血压呢 会减低10到20% 那很明显 如果你是长期呢 那血压呢 有足够的时间呢 是处于一个低位呢 那很明显 你的血压呢 会持续保持低位的 那一般来说呢 最好就是七个小时 到九个小时的睡眠 是很重要的 那还有一个再简单的方法呢 就吃那个脱脂奶 那脱脂奶呢 那脱脂奶呢 亦都是发现呢 是可以帮助我们呢 是那个血压里面呢 是减低血压的 那他的研究很大的 用五千八百八十个人呢 两年的研究呢 那通常呢 叫他呢 就是喝两到三份的脱脂奶去做 那发现呢 他那个血压是减低了的 好了 那为什么会减低了呢 那其实呢 脱脂奶里面有些钙 那这些钙呢 是身体很容易吸收的 那这种钙呢 很明显呢 是令到我们的血压是减低的 那跟大家已经分享了呢 其实我们很多很多的 就是有效安全的工具 那所以呢 就不需要呢 就一有血压高呢 就立刻呢 就去吃那些这样的 炎老子病不治本的药物 和副作用多多的啦 那我自然疗法与你呢 我也是不断呢 是跟大家呢 就是分享呢 这些的资料呢 那这些资料呢 那这些资料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普通资料来的 全部是医学雜誌 已经刊登出来的 那所以你千万呢 就不要有种错觉呢 因为自然医疗那些呢 是全部是没有什么科学根据呀 不是什么 其实是绝对绝对是不正确的 现在很多这些资料呢 是很多的大学啊 都一不断地研究这个 这个自然医疗的 在健康方面的贡献 那希望呢 我们呢 都会继续呢 和大家呢 是不断地分享 这些最新的 最突破性的 和大家呢 是就是破解很多的迷思啦 那始终呢 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健康呢 我们就成为一个 一个长期的病患者呢 其实很多时候是不需要的 大自然里面有了我们的 需要的答案的了 非常好啊 多谢袁医生的分享 那我们也都和各位听众朋友 说声拜拜啦 好啦 下次再见 拜拜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畅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 25773798 网址 3w.natural healing.com.h